肩胛骨旁特殊点 肩胛骨旁内侧特殊点 有强化上背部及肩部原始点的作用 分布在肩胛内侧原边上 如图中内侧弧形红线所示 上端起于肩胛上脚骨旁 下端止于肩胛最下脚骨旁 现在我们再来介绍肩胛骨旁特殊点 位置 先找出骨头 手往后 好 这样骨头就会出来了 整个肩胛骨 那肩胛骨旁从这一点 到骨头的尽端处 这一条都是 好 找出来之后再放回原位 也就是这一条记起来之后 我们按推一样可以 像上背部这样 以弓箭部 脚一样不要超过肩膀 一手固定 工具一样用手肘掌心向上 然后整个靠过去 第一点也是在肩膀上面这一点 然后前后 一 按推 第二点 第三点 按推 下面这一段 可以采用上下背部的按推方法 也就是 双脚 与肩同宽 然后围蹲 一手固定着 工具一样 工具一样 用手肘掌心向下 按下去 然后前后 按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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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这一点已经是最后一点 如果要做 红侧肩胛骨旁的特殊点 前面这一段 一样可以用弓箭部 以刚刚方法一模一样 工具也是用肘骨 掌心向上 然后直接按上去 然后身体 然后身体往外靠 往前靠 然后按推 上下均匀来回 第二点 按推 按 推 接下来这一段 最好把身体移到对侧过去 以按推 上背部的方法 双脚 与肩同宽 然后围蹲 然后一手固定 工具 一样掌心向下 直接放到位置上 然后眼睛盯着走骨 按 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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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这一点已经是肩胛骨最低点了 以上是肩胛骨特殊点的按推方法 我们现在再来介绍肩胛骨特殊点的舒缓方法 一样用掌根 好 再来直接放到位置上 按 按 按 推 按 推 按 推 按 按 这一边也一样 按 推 按 推 按 推 按 移 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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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